同日我們都用了一個情報主導的行動 在全港多區以協助暴動罪 和違反電訊條例的罪名 拘捕另外五人 他們涉嫌策劃在公眾活動中 利用非法無線電廣播 將有關警方的報防資訊 發放通知前線的暴徒 去協助他們進行一些衝擊的行為 或者逃避警方的執法行動 警方重申 不要以為不實際在作出一些暴力行為 又或者不在現場就不會觸犯法例 任何形式協助或者支援這些暴徒等同幫兇 絕對有可能要負上同等的法律責任 經營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暴徒 都可以在出現 釀迦